好,各位不好意思 由于有些事情 所以今晚才和大家 讲回今天我想讲的题材 其实都想着再讲一下孙简 今天想和大家讲一讲 关于以下下来的这条式 阿sir说过之前很多的化学式 其实都不需要写那个状态 很多时候除非化学方程式 需要大家写那个状态 所以才写固态、液态、水溶液的状态 但是这个是不同的 这个大家要留意是硝酸 硝酸可以有两种身份 大家要留意 而且写的时候大家也要留意 比如说,这里和大家做一个温习 硝酸的溶液 溶液 其实它可以作为一个酸 或者是氧化剂的形式 好了,它作为酸的时候 好,我们看看它作为酸 或者是氧化剂 这个大家要清楚知道 它有两个角色 分别是酸、氧化剂 好了,它作为酸的时候 它需要的状态 就是极稀 OK 那它极稀的时候 即是换句话说 极稀 这个HNO3的时候 大家要留意 它的角色就是 比如说,我有个金锁 例如酸 酸 酸 做过反应 极稀 它是会生成了 CU二症 NO3- OK NO3-在这里的时候 只要作为一个旁观的离子 以及它会生成了氢气 在这里 这些东西 大家要留意 平衡一下 再将它自己的 这两个 你会看到 它只是作为酸的形式去做 好了,作为氧化剂 其实我们要留意 烧酸在两个状态下 才会作为氧化剂 第一个就是 H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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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它们在这两个状态的时候 它们会作为氧化剂 以它和金属做反应的时候 它自己会释放 例如在这里 我会概括地写 它和一个HNO3-